在美国开放乌克兰用美制飞弹攻击俄罗斯本土后 媒体纷纷报道 乌军周三夜首都使用英国的暴风指引飞弹 攻击俄国的库斯克地区 不过乌克兰空军今天表示 在俄军最新的空袭中 有一枚是洲际弹道飞弹 弹种目前不明 这也是俄军在俄乌战争中首次动用洲际飞弹 周三凌晨 乌克兰首都基辅上空警报声不断 有目击者拍到乌军防空系统的作战画面 当天 美国驻基辅大使馆警告 恐会发生重大空袭 宣布关闭大使馆 并提醒美国公民留意防空警报 做好避难准备 意大利 希腊等国的驻乌克兰大使馆 也在同一天因潜在的俄导弹威胁而紧急关闭 此前一天 在俄乌战争爆发1000天之际 乌克兰首都使用了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Atakums 袭击了俄罗斯境内目标 据知情官员透露 周三 乌军又第一次使用英国暴风影巡航导弹 对俄境发动了新一波攻击 有消息称 乌克兰共向库尔斯克地区 发射了12枚暴风影导弹 爆炸声战耳欲聋 官方没有对此发表评论 拜登政府近日在放宽了乌克兰对Atakums使用限制的同时 也为应用了美国技术的暴风影导弹的使用开了绿灯 这种导弹由战斗机带上天空进行发射 无论射程还是弹头的重量都比从陆地发射的Atakums多出一倍 美英政府此前都表示 批准使用远程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 是对朝鲜派兵进入库尔斯克战线作战的回应 同一天 韩国方面证实 作为俄罗斯空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的一部分 大约11000名朝鲜士兵已被部署到库尔斯克 且部分朝鲜军队已经参与作战 另有美国官员透露 除了放行远程武器 拜登还批准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地雷 目的是阻止俄罗斯地面部队在乌克兰东部的推进 周二 俄罗斯总统普京降低了实施核打击的门槛 来应对常规武器的袭击受到国际谴责 有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 普京愿意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讨论乌克兰停火协议 但排除做出任何重大领土让步的可能性 并坚持要求基辅放弃加入北约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易静综合报道